最后我想讨论一下 为什么经济跟我们追求民主人权 我认为是不冲突的 那你可能会质询我 蒋经国时代没有民主 可是蒋经国时代的确造就了经济成果 这我不否认 为什么 我的答案是说 经济成果的原因 其实蒋经国经济成果有两个 一个是他当时拿了真的很多很多 美国的援助 那第二个是蒋经国很认真的树贪 在1955年包启皇之前 是他摆明就让你们这些人去贪污 1955年杀了包启皇之后 他很严格非常残酷的树贪 所以他的内阁格约里面真的没有贪污的 我跟你讲 你在蒋经国下面工作 你还敢贪污的话 你是灭酒族啊 是用这种手段 然后他用的人真的用对人了 赵耀东啊 孙韵权啊 李国锦 这些人有能 有怜 非常好 所以创造了台湾的经济成果 麻烦下一张 可是蒋经国糟糕是说 他只有一个人 他要雇整个台湾 他没有建立体制 他没有建立民主体制 民主体制最重要的就是要制衡 比如说英国有行政 立法 司法 这三个权完全绝对不可能是同一个人身上 互相制衡的结果 国家体制不管谁当领袖都会正常运作 很抱歉 中华民国没出现这种事情 蒋经国晚年糖尿病很重 那结果情治单位开始就作乱了 为什么有刘怡良命案是什么 国安局汪靖许上将要坑杀情报局局长汪西林中将 所以他设了一个陷阱 这个汪西林中将重计了 所以他认为说刘怡良是双面蝶 就派了陈其里黑社会的大哥去把刘怡良给杀了 可是是在美国本土去杀人 你可不可以想到中华民国的公权力派杀手去美国杀一个 美国公民要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你在中华民国国内杀中华民国公民就算了 你在美国本土杀美国公民 我要是美国中华民马上就一颗原子弹下去了 后来很严重 后来还有美丽岛事件 还有陈文陈命案 原来其实当时蒋孝武要有接班 如果不是这件事情发生的话 可能我们今天跟北韩一样 还好 然后孙育权其实是原来要预计他过渡期 孙育权过世以后要交给蒋孝武 就是过一道手 结果孙育权在接手之前中风了 也不能接手了 所以接班的状况没有弄好 然后所以正风就大坏 那时候什么经济犯罪一大堆 今天在座各位年轻的朋友 你们会觉得今天台湾经济好糟糕 气得要死 其实那个恶因在蒋经国晚年就已经种下了 我要结论了 OK 所以其实我要讲的是说 你如果一个政府你严控预算 你不要贪污 你不要烂税 其实是可以发展经济的 可是你没有民主制度 一代 完了 没有经济成果就不会保留 所以真的我们要建立制度才好 OK 所以我的结论就是 我们今天要往下走 我们希望再做年轻的朋友 你们不要再碰到白色恐怖 不再有包启皇这种 又要勒索你的钱 又要勒索你的妻子 甚至未成年女儿 如果不要再这种发生的话 第一个我认为要废除 利诱公务员 滥用公权利 隐私的这种相关法规 税务奖励金 检举匪谍奖金 对不起 检举匪谍现在还存在 真的 那这种是冤案之源 我们不要有冤案 我们是民主社会 不是包启皇那个时代 不要有冤案发生 这个利诱公务员的法规 一定要废除 第二个是 现在我们对于冤案的这些 我们很多冤案 刚刚魏教授讲的冤案 立即要平反 不要再拖了 再拖下去 辞来的正义不是正义 第三个 全面开放这些档案 刚刚讲的政治档案 政府不应该现实 还现人才能够去查阅 没有这种道理 你去美国国家档案局查查看 它是强迫公开的 没有说我是什么国防机密 拜托 不是这样子 OK 第四个 我主张 你政府做了这么多冤案 你还要民间自己去查 那今天还要受害人 你要是要查这些档案 那是很重的工作 没有专业的人是你查不到的 所以我认为政府 你滥用公权力 你制造了冤案 你有责任要平反这些冤案 你政府应该要列出经费 要讲究这些公正客观的学者 你要找出调查冤案 至少要找出加害者 不要让陈青生先生 还在遗憾 说在三十年前的事情了 他还在背那个十字架 我觉得中华民国政府对不起他 对不起所有的被害者 那政府应该基于这个原则 要诚实地跟受害者赔偿道歉 不是补偿 赔偿道歉 找出加害者 最后我跟大家一起分享的 我认为民主跟人权 是台湾最强大的盾牌 很抱歉 我们不会做原子弹 我们不会做航空母舰 我们有的只有民主跟人权 虽然我觉得我们民族人权 还有在加强 可是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谢谢各位